先来看看今天早晨的最新发展 这是台北市的议员赖宿主 他涉嫌在双子性的案子当中 他涉嫌来跟厂商收起贿赂款项 现在金额到底有多少 检调单位都还在调查 但是在法庭上赖宿主声泪俱下 他说如果自己被羁押的话 他就不想活了 后来法官是预令120万元交保货船 但是得要限制住居 而且限制出境 那么赖宿主在离开台北地方法院之后 神情相当的憔悴 很低调 没有多发表意见 部署法庭一脸疲惫 在双子性避案中 涉嫌收贿的赖宿主 经过将近七个小时的审理与评议 29号凌晨终于获得交保 面对尽头连忙很冤 未来我们会受到的很辛苦 我们会面对这个挑战跟困难 我们说我们会配合司法的声音跟调查 希望能够继续积极案情 保留朋友进行 另外为了避免国民党以及长官的困难 为自己自己宣布持续所有国民党的当资 包括主席办公室主任 国民党的团会副主委以及中常委 最后要非常谢谢很多关系的朋友 拜四如从28号晚间6点半 开始进行隔离真讯 一直到8点50分才结束讯问 真正花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到底是要积压还是放人 让法官伤头脑筋 接着一连开了快四个小时的何一婷 最后终于决定 让赖素如以120万元交保后船 不到一个小时就凑度现金 赖素如先到士林分局报到 最后搭车回到石牌家中 过火炉吃猪找面线 继续没孕 昔日意气风发的模样 现在看起来格外讽刺 此去所有党之后 接下来还得面对检调侦办 厘清必然真相 明代新闻综合报道 赖素如过去的形象是相当的不错的 但是没有想到 竟然也爆发了涉嫌收贵的疑云 我们就来看看 其实这个事情必须从民国100年开始说起 当时最主要是因为 在这个双死性的开发案当中 厂商他也找上了很多的名义代表 希望能够透过关说的方式 而当时就传出来说 这个赖素如呢 他曾经所谓的金额是高达1500万元 但是厂商认为说 这1500万实在有一点瞒天要价 所以最后经过杀价之后呢 变成了1000万 那么1000万应该如何来支付呢 其实就分成所谓的136 这就是昨天在法庭上 为什么会有所谓的136密码 分为100万 300万跟600万 而且呢 这100万其实指的就是钱金 也就是赖素如他坦诚说 我收过一笔100万的 但是最后我又退回了 这是100万在这个地方 但是呢 这个厂商他也事后说了 赖素如还追加了500万元 为的是说 这500万是要来说服其他的议员 能够帮忙来关说整起的事件 所以呢 这个案子一连串下来 你会发现到说 好像跟林义士当时所发生的案子 他比出了3323 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昨天呢 赖素如在法庭上 他真的当场崩溃痛哭 那么他也告诉法官说呢 他其实很难串政了 因为现在经过媒体的报道之后 他已经成了落水狗 不太可能会有串政的行为 所以现在呢 他是120万元交保后船 不过检察官打算要提起抗狗 检察官就怕有串政之欲 而且又加上赖素如有一定影响力 希望法官能裁定羁押 但赖素如却当庭落泪 库苏华现在已经辞去 党职根本没有实际影响力 更况出去后 还得面对媒体追逐 不可能有串政空间 而且再三强调 没有收贿 会借助双子星开发案 只是基于关心工艺 如果最后还是决定羁押 他也不想活了 一方面跟你们讲私地主 你可以来你可以来 然后一方面攻地主 又一方面去找 两手侧面求援兼裁判 昔日总是在直询台上 气势灵人赖素如 这下因为涉嫌贪污案 在法庭上落泪 到底有没有利用职务 成为介入双子星开发案 那只看不见的手 检方还要再进一步厘清 杨树文综合报导 好 今天早上最近发展 我们要来看看的是赖素如 他是120万元交保之后 他是回家了 并没有对外界发表过多的言论 但是今天在赖素如的服务处 今天门口相当冷清 记者林志盈带您看看最新情况 今天早安 这主播归观众 涉嫌在双子星开发案中 向业者来所汇的台北市议员赖素如 今天凌晨是已裁定 12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 而他其实一开始 从法院离开的时候 脸色是非常的难看 没有回家而是先到了服务处 来这个过火炉 象征了这个去除美运的动作 那堂堂国民党主席办公室主任的赖素如 在双子星开发案中 利用职务之变向业者所汇一千多万 还要求以136来分批付款 赖素如收了100万之后呢 是还追加了500万说是要打点5个亿元 其实赖素如在庭上有痛哭失声 有坦全自己是有收100万元 没错 不过那是选举的资金 那弊案发生之后呢 也已经把100万元来退还 还者呢会辞去这党内的职务呢 希望法官不要收压他 否则他会活不下去 不过检方早就握有他行贿的这个证据呢 而且马总统得知之后呢 还感到非常的痛心又震惊 对于身边的亲信一再传出贪污 更是想国民来盗窃 现在检方是认为赖素如犯了不违背职务收贿罪 就算事后有把这100万退还了 那算罪事实也已经成立 最高可以处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而且检察官下不满 这个交保的财令呢 将会提起康告 这是现场最近情形 将时间尽头将会给凤内主播 好 资营带我们看到 是在赖素如的服务处呢 过去其实应该这个时间点要开门了 但是到现在都还是相当冷清 没有人来到服务处里头 好 确实我们要来看看是 罗书磊现在还爆料说了 其实这个赖素如过去呢 他其实在担任林医师的辩护律师的时候 两天就收费收了60万元的服务费 这个价格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甚至呢还有地方的人士来爆料说 如果找了赖素如要来瞧事情的话 都还有所谓的瞧事情的服务费用 当然这些都是在地方上 所传出来的留言 是不是经过证实 恐怕都还等待调查 但是很多人都关注到 赖素如过去在荧光幕前的形象相当不错 比如说他担任过马总统 还有金普聪的辩护律师 那么常常你会看到的就是他在地方法院外头 来按铃申告的这样画面 还有他也会代表国民党上大大小小的政论节目 来为政策进行辩护 也因此呢 在电视荧光幕前的形象 跟今天你所看到涉嫌收贵的形象 落差非常大 临时爆发所灰案 第一时间召开记者会澄清 身旁坐的就是他 台北市议员赖素如 不只担任委任律师 还上节目帮忙捍卫清白 基本上目前为止 我认为他应该是 就是说从一些的资料来显现 我认为他是清白 当初开口讲的义正言辞 但三年后赖素如却选择划清界限 那你现在会解除他委任律师吗 我昨天已经讲了 所以现在会解除吗 对哦 赖素如没有开口多说 却在脸书上这么写着 原本一直相信林义士的清白 但看到相关卷证资料非常诧异 真的不敢相信 但又不得不相信 能够选择认错是非常需要勇气的 我相信他选择认错是正确的选择 只是当初这番话 赖素如讲得正气凛然 如今得到自己因为所会案 同样遭到检调约谈 那目前都还在这个 检调的这个司法调查的过程当中 我们尊重司法 也盼望能够尽速地来理清事实增长 马主席国民党伟牙艳高歌 你是我的兄弟 赖素如拿起麦克风 跟着在旁边一起唱和 马英九台北市长特别废案 委任律师是他赖素如 金普通担任党秘书长提告名嘴 同样也是找他帮忙 国民党大大小小诉讼都有他的身影 说他是党的御用律师 一点也不为过 只是赖素如从1998年以来 担任台北市议员 倾向良好 一直被认为是国民党战将 去年底还开始监职 马主席办公室主任 如今牵扯双指星案收贿宜云 势必重创马政府的清廉形象 年代新闻综合报道 好 观众朋友早上9点09分 我们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了 赖素如涉滩 现在让很多人感觉到非常的惊讶 其中有一个人呢 他更是有一个晚上睡不着觉 他就是马总统 因为马总统过去相当提拔赖素如 在国民党中央也让赖素如呢 他不断地从包括了从主任 一路升到副发言人 现在还兼任了马主席办公室的主任 只不过在被案爆发之后呢 赖素如已经把党职的三个职务 全部都请辞 而国民党已经获准了 刚刚总统府也主动通知了媒体的采访记者 马英九总统将会在 待会儿的中列词的公开行程结束之后 向社会大众来发表谈话 那么这个谈话也传出来说 马总统将会为了他身边的亲信 涉及贪污的弊案 来向社会大众来公开道歉 当然这是总统府目前 所释放出来的消息 待会儿早上10点钟 年代新闻采访团队 随时提供给大家 来自现场最新的消息 是否马总统真的会亲自道歉 又会说些什么 随时带您关注 不过说到赖素汝的话题 很多人都在说 其实过去好像只要 社会发生一些案子的话 赖素汝都会跳出来 义务地帮弱势 过去你可能会发现到 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马基尔殴打了 计刃车司机的案子当中 赖素汝还帮问奖 来担任辩护律师 而且跟马基尔 他们要来索赔 要来求偿 结果赖素汝现在说 自己成了落水狗了 马基尔他也忍不住地 在一个场合上投逼了 耶 为什么 因为他说 当时赖素汝担任 问奖的辩护律师的时候 不断地对他重罪猛打 马基尔就认为说 根本就是要跟我讨钱的啦 结果现在终于知道 赖素汝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了 甚至他还说 终于现行了 当然这番话 好像也有一点点 嘲讽的味道